许多老年人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随着年纪越大 心脏半膜容易钙化 严重甚至无法躺平睡觉 产生心脏衰竭等症状 但患者往往因传统手术风险太高而不愿治疗 不过现在有更适合年长者 而且不必开心的治疗选择 我们心脏一共有四个半膜 主动脉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半膜 为什么呢 它是介于左心室跟主动脉 主动脉是我们全身最大的血管 中间的一个门户 那主动脉半呢 一般正常开口是三到四平方公分 随着年纪变大 半膜上面就会有一些钙化产生 钙化就像这些小石头一样 它沉积在半膜上面 所以半膜就变得会越来越窄 当半膜开口不到一平方公分以内 我们就叫严重的主动脉半狭窄 有一部分的主动脉狭窄 就是先天性的 因为我们正常的主动脉是一共有三个半 可是有百分之一的人 他生下来就只有两个半膜 所以他们可能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就会发生严重的半膜狭窄 症状主要有三大症状 第一个就是胸痛 第二个是晕倒或是头晕 第三个就是气喘 也就是到心脏衰竭的时候 胸痛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当主动脉变得比较窄的时候 我们心脏要很用力的收缩 才能把血液打到全身去 所以我们的心脏会肥厚 这时候呢 虽然你即便心血管没有问题 可是相对呢 会造成一个心脏缺氧 第二个是晕倒 有些人呢就在走路走在路上 突然就晕倒了 这是因为我们心脏肥厚的时候呢 有时候有心律不整 或是心脏打出来的血液不够 所以会晕倒 第三个 当这个随着心脏 越来越厚 然后心脏的血打不出去 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气喘的状况 一个就是呢 传统的外科手术 智患瓣膜 第二个就是呢 这二十年来 可以用这个心导管 导管的方式 植入一个新的瓣膜 那外科手术呢 因为讲我们必须胸骨要切开 这个手术大概伤口这么长 那另外要全身麻醉 在做的时候呢 要让心脏停止 所以呢 其实刚讲 主动卖半狭窄 大部分都是一个老年人的疾病 常常八九十岁的时候 被诊断出来 所以很多老人家 他可能比较虚弱一点 或是他又有其他的疾病 让他的手术风险变得很高 那我们一般都是从 属西部鼓动脉 把一个导管一直沿着 这个主动脉放进去 当我们到达主动脉的时候 把瓣膜打开 这时候直进去新的瓣膜 他就会开始他的功能了 当时几乎每天晚上 都没办法躺起睡觉 都是吃了震惊机以后 晚上能够睡一两个小时 完了以后就一直坐着睡 对 所以你假如躺平睡 就会比较喘 对不对 对 冲不来气 对 这叫端坐呼吸 它就是一种心脏衰竭 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 因为我们躺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血液会回流到心脏 假如你心脏功能本来就不好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就很喘 所以要坐起来 所以你那时候生活品质就很差 很差 真的很差 那个不单只这样走路都走不了 走两步路都会喘的上来气 对 不过你忍耐了很久 大概有 从开始有三年 有三年 那么久 所以你就是因为怕开刀 所以就拖了三年是吧 对 原来 那你也真能忍 那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就是说如果你年纪这么大 也可以考虑做这个导管半磨手术 就免除了开这么大的刀 我当时看到你的胸部X光 肺部这两边应该正常这样黑黑的 你整个都是两边肺都变白了 除了你本来肺部有纤维化之外 当时有肺积水 对肺积水 所以会两边的肺部全白了 心脏也变得很大 我们本来心脏大小带到这里 所以当时你是一个很严重的心脏衰竭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你会吓到了 想说你几乎都已经要插管了 而且当时心脏功能也很差 这个心脏超音波做起来 你心脏收缩的功能只有23% 正常是50%到55% 心脏功能小于35% 就已经严重的心脏功能变差 其实那个非常危险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心率不整就走掉了 我当时在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还给你用上了叶克膜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记得 我这还差这个 这个边这个鼠息这样 对对对 没错 为什么要用叶克膜 因为你当时心脏功能太差了 所以当时用叶克膜 就是让你在整个手术的过程里面 你的血压拉这些会稳定一点 就做起来也是蛮顺利的 那你最近做的超音波 我们刚刚看了结果 现在心脏功能已经进步到64%了 比一般人还要好啊 比我还要好啊 我心脏跳的是很稳的 都60几 60几 对没错 其实你这八年来都蛮稳定的 还每天去合体运动嘛 对不对 还在打麻将看股票看NBA 因为他胸部没有伤口 就鼠息部有个伤口 而且我们做完之后 立刻就用血管缝合器缝起来了 所以呢 伤口非常的小 在做的时候 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 让病人用局部麻醉的方式来做 所以局部麻醉的好处呢 就是说不用插管 所以病人一做完手术 他就立刻醒过来 然后呢 他不需要这个 经过把管的程序 也减少了一些 肺部会感染的风险 所以这个可以减少 他在加护病房住的时间 整个住院时间也缩短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病人 为什么可以恢复的很快 术后两到三天 就可以出院的原因 目前在台湾 经导管主动脉半膜植入术 TAVI手术 已开放有条件健保给付 去符合严重主动脉半膜狭窄的诊断 心脏衰竭症状 经两位心脏外科医师判定 开心手术风险过高 术后存活率至少一年以上等条件 经过医疗团队详细评估 可申请健保给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